这个竹子知道是干嘛的吗 这是一个家人 他看到我有好多竹子 早两天不是去二个家住那个大门吗 他看到我砍了这么多竹子 他就跟我说 他要一个竹子 要他干嘛呢 大家早上好 我是出续员火灵 二个家忙完了 该去见我们的出续员了 转走我的脚步 出发 要来做枕头 但是我昨天拿去发的时候 派的工夫不给我发 他说你的太长了 这个是一米的 最多只能发80公分的 所以没办法呀 只能去80公分去 这个是免费送给他 他出运费就ok 这个是一个粉丝 他要 你搞这一块吗 我不搞这一块的 我就送给他 一个粉丝佳能要 我就送给他 帮他寄一下过去 寄好了 马上就发过去 这个就没用 等下扔到垃圾桶里面去 收拾工具 今天还是回家 住出续员 今天上山 砍山树 做那个桩 后面还有一伙大部队 要他们去干活去 今天抓着那几个小朋友 体验一下 不是要他们体验 要他们来干活 所以才会努力一毫去读书 体验这种东西呀 不好说 要真正吃过苦 他们就知道读书的好 等下医院抗一大鸡飞了 抗不及也要抗了 要不然没饭吃 看看我收拾他们 你们去哪里 你们去哪里 去哪里 这个土鸡 好漂亮 这个树枯萎了 以前好有那种 弄了个豆腐吃的 这个稻草呢 都是下野做的 我们这里面野做好多 这上面这个山树林 就是我家的 等一下 就要上去上面砍那些 小的太密了的 这样的砍掉 因为这种啊 不砍掉的发 对整个山林的发 那些沙漠成长 也没有影响的 这是要必须砍的 这砍掉之后呢 它才能 那个间隙才是空了 这是所谓 尖阀 这是 刚好用来做那个 竹章 太难走了 那个就是油漆菜 哪个 就前面那个 就这个 我去 我就是被这个搞得 我的眼睛肿了 现在避开它 小朋友们过来过来过来 躲在后面干嘛呢 上来上来哈 其实以前啊 这个路啊 全部都很好走的 因为这几年了 年轻人都不在家里 所以这个路没能走 就导致成这个样子 大家呀 不要老是纠结 我为什么天天穿这个衣服来做秀 不是做秀哈 只要上山的人你就知道 你当你一天穿短袖过来的哈 你下次你就凌用穿短袖之间 因为这山毒厉害 蚊子厉害 还有那些 反正就是 那些蚊虫啊 好厉害的 还有这些刺 是吧 像这个小的都是没用的 就直接砍掉 像那个 也要砍掉的 菜已经长不大了 这个 这个要像大家说的 买把那个油锯来 拿下去 一下子倒的 小心点 小心 就是往里面那边倒 反正让它干嘛 以后干了之后就很好弄的 咱们下一个 这个三胞胎 去招破 牛肩阀 好 好吧 又一个吧 建粗心园了 是要好多这种商务跟竹子来的 因为它毕竟比较大嘛 还有好多个 那个房子要建 其实啊 我爸爸是打算这些啊 拿去卖的 他到此砍到了 可以卖 做房子的那个支撑架 支撑木 这个 一根的话好像能卖八块钱吧 七八块钱 这家 而且这个呢 砍 将它砍倒了之后了 不能把上面那些清的 这些沙叶 弄掉之后啊 它这个干的就好慢 有这些把水分 吸收掉半个月左右 这些沙木就好清好清 也就一天一个样 就只要将它砍出来就可以了 哦哦 大一点 每次都弄弄弄 都忘了 看着我 把这个砍掉一根 三根 把这一根砍掉 你看 弄在它上面 弄在它上面 下不来 用力把它刷过来 山顶上来了 去看看 去看看 我爸爸说他早 早一段时间砍了那根 砂树 我们去抬青的 我去找一下 找到这山里没找到 看看在这边 山下面是不是 这山上面 是没有太阳 往里面走 还有里面 是不是磷子呀 看一下 什么呀 是不是磷子 这个 还没长大的磷子吗 还没 看一下 这是不是磷子 家里面 我来批一批给孩子们 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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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今天把我挖上里 和我挖上 还有我儿子 都抓着来了 还没怎么干 还没怎么干 叶子的还是有点湿 所以 比较重 看到没多大 哎呀 哇塞 哎 小孩子 看不见 在那儿躲着走 老家 来 感觉体验怎么样 来 来 来 叶子 来 你读书 读书 谢谢 保重 要不要加油学习 要 要 家里面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感谢家里面 多频利 多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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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